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陈宜君 带您关心中国房地产市场 恐怕是已经出现史诗级崩盘的前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过去中国房地产市场 最旺的9月跟10月 今年却是异常的低迷 不止新城屋的销量锐减超过三成 市场上面还出现免费送房 甚至是新城屋二手屋 纷纷大砍价的奇特现象 而这样的惨况 似乎现在是连中国政府来出手 都没有办法抢救了 甚至后续还会骨牌效应的 来牵动中国的失业现象等等 有专家就不避讳的直言 中国会是明年全球变数最大的国家 那么从中国房价神话破灭的背后 是不是也能一窥 中国整体经济的真实情况 带您继续深入解读 有中国网友上网公告要送房 因为缴不起房贷 也认为房价值会越来越赔 消息一出就让不少人想到 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信号 已经浮上台面 中国业者长期举债买地盖楼 但近期中国房市明显降温 在中国大房政策下 市场更出现降价抛售的现象 可能引发恶性循环 导致加重建商的财务困难 加上有不少企业踩到中共监管红线 让中国深陷房市危机 如果现在中国的限电 那导致这些厂商 他不想要再继续投资 或减少在中国的投资 或者是说像中国目前 整个这个监理的氛围变强 然后使得厂商对中国的投资信心 大幅降低的话 其实他就很容易 让这个市场的就业表现不好 所以失业就会增加 那如果失业增加的话 那就会使得原来有买房子的人 他可能更没有办法咬出这个房贷 全球市场面临可能来临的违约潮 万一中国房市崩盘 首要冲击是他 房地产一旦泡沫化的话 你就会使得 这些借你钱的金融机构 就会出问题 不止金融机构面临危机 万一这些大型房企 无法支付货款给下游厂商 将全面影响中国经济 越下游的厂商 它的风险承担能力一定会越小 看这个大型的房企 一个一个破 一个一个倒闭的话 你就会引起那种系统性的金融风暴 中国金融风暴 有可能上演吗 专家解读 从先前方地产开发商 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 就可以看出端倪 恒大有发很多的美元债 那美元债 它可能是透过香港的 那些银行去发的 那香港的银行 如果有帮恒大做保证的话 那这些做保证的银行 最后已经会出问题 这部分目前都还没有讨论到 可能明年香港的金融要注意 中国房市的恶性循环 持续上演 中国经济困局 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明年将是关键 记者旅月期采访报导 在疫情前的几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热 甚至还吸引了不少 投资客跟财团来炒房 一度产生热过头的现象 然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 由热转冷 甚至是出现崩盘的前兆 这样的现象 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可以看到经济学人 就大胆的预测 明年可能影响 全球经济的十大变数 当中就有四项 是与中国相关 包括美中关系恶化 中国房市崩盘 两岸爆发冲突 以及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恶化等等 而在这中国的四大危机里面 房地产崩盘更是被列为 有高度可能性会发生 而中国政府在房市过热的时候 曾经颁布了限掌令 现在则是同样希望 透过限谍令来替房市止血 只是这样的外力介入 可以维持多久 又能够发挥几分的功效 或许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交易现况 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 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 好 могу 我们下期再见